哎呀 那毒舍 别人看到你就好怕 所以尤其我们修菩萨道的人 各位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从今天以后别人打你杀你 你都不能生气 为什么 因为我在修忍辱啊 我在修忍辱不能有称恨心啊 你今天打我骂我是帮我修忍辱的最好的恩人 提醒我还会生气 所以各位你要发大愿啊 你要发愿的跪在佛前说 我如果再生气骂人啊 我马上咬到舌头 你一想要骂你就咬到了 哎呀 佛加持我啊 佛提醒我啊 你就是要这样修行 你不这样子修行 你改不掉了 释迦牟尼佛说 我不过是你的老师 解脱要靠你自己 靠你自己 有没有决心要解脱 如果你没有决心要解脱 那你是来拜个佛几个月 那也好 那也好 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解脱很困难 我们才要念佛 了解吗 就是因为自己力量不够 我有心要改 我有心要改 哎呀 十分的生气只能改到八分 哎呀 五分的生气改到三分 我曾经有一次坐计程车啊 有一个诗经我说 哦 师父啊 我好羡慕你们出家人哦 看到漂亮性感的女人都不会怎么样 我说你乱讲啊 你不会怎么样 他说你们也会啊 当然 看都不敢看啊 我平常戴的眼镜都不够度的啦 我哪里敢看啊 他说那你们跟我一样啊 我是一样啊 但是我有惭愧心啊 啊 我有惭愧心啊 我说你们有惭愧心啊 你看到漂亮的女人你会一直看啊 我看到漂亮的女人啊 我赶快叫妈妈这样 我赶快念观世音菩萨 救我救我 我为了这个事情 我要跑到泰国跟缅甸的边界 去修不静观 各位也要修一修啊 很好修啊 路边要是有人被撞死了 一摊摊在那边啊 哎呀 长度脑都破掉了啊 你给他看清楚 外表再怎么美啊 里面流出来都是不好看的 知道吗 哎呀 你皮肤再漂亮啊 里面的骨头啊 血啊 大便啊 充满了一身啊 眼睛有眼死 鼻子有鼻死 耳朵有耳死 全身都是大便啊 这个叫修不静观 很重要啊 以后你的女儿被你被推他 男朋友抛弃 哭 哭什么哭 我描述男人给你听 男人像大便 然后他就不会哭了 爱一个人 你就多想他的优点 了解吗 佛我不伟大啊 伟大啊 观世音菩萨慈不慈悲啊 哎呀 多想他的优点 你就天天爱他 了解吗 你想要去除对一个人的执着 多想他的缺点 了解吗 但是各位 欠人家债就要还债 要甘愿啊 前几天有一个信徒打电话给我在哭啊 他的爱人死掉了 我一接到电话 我说啊 恭喜你啊 燕青寨主走了啊 师父你怎么这样讲 他说哎呀 我说有一次你碰到我 还跟我说你好想出家 只是因为你老公太爱你 所以你不能出家 你看嘛 你发这个愿哦 他就升天了 对不对 死了是升天了 他做这么多好事哪不升天了 那你现在不是没燕青寨主了吗 你应该快乐才对啊 所以各位 你懂了佛教以后一点都不伤心了 对不对 你现在得癌症了 躺在床上啊 太好了 我终于接近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我每次去跟人家祝念啊 我都好羡慕 你看 他要去了 什么时候轮到我啊 对不对 我给他念佛 保证他往生极乐世界了 没问题了 为什么 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各位你要有信心啊 有机会要帮他祝念 我在台湾啊 我经常接到内地 有很多那个往生的VCD啊 都是真人真事 看得非常感动 帮他祝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啊 产生的好像啊 所以各位 一辈子的努力啊 就等这一刻 生命的解脱啦 不然人生是无奈 实在是无奈 种种的包袱 种种的压力 种种的痛苦啊 就催着我们 所以 故事又讲回来啊 央杰摩罗 他出家以后 还是很苦啊 为什么 出家人啊 古时候在印度啊 出去脱波的 出去脱波啊 那些被他杀掉的人的亲戚朋友啊 就来报仇 拿刀子要杀他 拿棍子要砍他 拿石头丢他 好在他还有一点武功啊 懂得闭啊 但是每次脱波回来啊 就流血 头就流血 然后有一次 他就去问释迦佛啊 他说 佛啊 怎么办啊 佛陀说啊 修行者最大的力量 就是忍辱 今天你杀死了他的亲人 他不过是来报仇而已啊 你对他不要有恨 你要忍辱 然后杨洁摩罗很慈悲啊 他说佛陀 我并不是弃他们 我只是觉得 让他们打我 让他们造了恶业 我很对不起他们啊 他说佛陀啊 我以后出去脱波 能不能够不要跟大家出去啊 我另外到没有人的地方去 好不好 佛陀说好啊 杨洁摩罗 不是怕被打 因为他有惭愧心啊 只是怕对方造业 所以他就跑到深山里面 没有人要去那边脱波的啊 深山里面又没有人 走了一天 到了一个古时候的出家人 是过午不时的啊 你到了十二点 没有吃东西 晚上就不能吃了 所以万一没有人家怎么办 但是他为了不让人家造业 他都在深山里面去脱波 有一次在脱波的时候啊 听到一个女人在哭啊 哭得很厉害 一过去看才知道 有一个女人怀孕了 肚子好大 但为什么 突然小孩子要生出来啊 又生不出来 古时候这个一定要死的啊 母子一定要死的啊 所以科学的进步 医学的进步 对我们帮助很大的 但是那个女人都快死了 杨洁摩罗 比丘看到了以后 好难过啊 我以前是个杀人魔王 我是个武功高强的人 要救一个小女子 我都没办法 好痛苦啊 那个时候就冲回去啊 跪在佛陀面前 佛啊 请你告诉我怎么办啊 我看到一个女人 跟她小孩快死了 我一点能力都没有办法绑住 释迦摩尼佛说 你哪里没有能力啊 你有能力的 杨洁摩罗 赶快跑回去 跟那个快死的女人讲 说我杨洁摩罗 以不杀生戒律 不杀生这条戒律的功德 回向给你 希望你们母子平安 结果杨洁摩罗说 佛陀啊 你要我骗人吗 我这辈子杀了999个人啊 难道我没杀人啊 但佛陀说 你忏悔过了吗 他说我忏悔过了啊 你既然忏悔过了 而且守了不杀生的戒律 你就是进行 受不杀生的功德了 你赶快跑回去吧 杨洁摩罗啊 赶快啊 就跑回去啊 告诉那个女人 我以不杀生的功德 回向给你 一讲完了 小孩子就生出来 母子平安 所以各位啊 今天我要求各位 守一个不杀生 你功德大不大 大 你要随时用你的功德 帮助别人啊 所以杨洁摩罗 有这个信心以后啊 回到佛事来以后 七天就证阿罗汉 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够很快的开悟 证的解脱 乃是往生极乐世界 不是时间的长短 是什么 信心的有无 各位相信你念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在你头上 相不相信 相信啊 所以各位你从今天开始不要烦恼 像我这个人啊 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业 但是我唯一的好处 就是不懂得烦恼 为什么 阿弥陀佛无障碍啊 任何事情啊 观世音菩萨大悲灵感啊 还容我这个小子来烦什么烦啊 我不过是佛陀的奴仆而已啊 老板的力量可大的了 老板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众生啊 我不过把他的力量啊 用我的嘴巴讲出来而已 念观世音菩萨 念奥弥陀佛 念六字大名咒 一切OK 所以佛都说了 如果有人愿意用他的嘴巴 劝人家念佛 劝人家念菩萨名号 乃至持咒 佛说我供养你 为什么 你等于把我修行的结晶 利益众生的法宝 推销出去了 你的功德跟我一样大 所以我供养你 所以各位这个太重要了 各位从今天开始以后啊 就要开始把佛陀 已经制造好的真理 透过你的嘴巴供养别人 所以我的师父常会说啊 哎呀海涛啊 没事把衣服穿好 头发理干净啊 就在路上走来走去 都有大功德啊 他问什么 每一个人看到你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看你功德多大 所以我就培养这个习惯 每天到处跑 尤其我都跑到学校 跑到非佛教徒的地方啊 跑到非佛教徒 那个小朋友看到你也是 哦 阿弥陀佛来了 他有功德了 然后我就会问他 阿弥陀佛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 我好好给他解释啊 赶快送给他一串炼珠啊 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 像我手上拿一条炼珠啊 我希望各位要去请一条啊 佛经说 你走在路上 手上拿了一条炼珠 乃至带着一串炼珠 走到哪里被人家看到了 积无量功德 还有 喜欢念佛的人 你一定要去请一条炼珠 佛说 你念一次阿弥陀佛 你没有拿炼珠 就一变的功德 你要是拿一串炼珠 哪怕是铁的 加了五倍 拿铜的 加十倍 拿不一样好的材料 加一百倍 拿的最高的功德就是菩提子 念一次佛 加一千万倍 所以 你看我们每一个法师 都是带着炼珠啊 给人家看 自己拿来念啊 让别人记功德啊 所以各位了解以后啊 赶快努力赚钱 有钱真好 然后啊 请更多的炼珠啊 跟人家结缘 你拿炼珠给对方 对方高不高兴啊 哇 那你就爽了 你就躺在家里睡觉就好了 别人帮你念佛 因为拿到你的炼珠 通通才念佛啦 所以 像我最喜欢印佛经啦 哎呀 你帮我看啊 我开智慧啊 我最喜欢拿药给人家吃啦 我每次出来带很多感冒药啊 哎 你替我吃药啊 那我不会感冒啊 好 所以各位了解这些原理以后啊 哎呀 佛告诉我们在家人的修行是什么 来 跟我念一下 来 布施 持戒 持戒 升天之道 对自己呢 我们守戒律 再来就是布施 多共佛啊 希望啊 哎呀 我们下回啊 金台式啊 盖着更大 为南方之珠啊 那更多人愿意来这边啊 修行啊 学佛 哇 这么庄严的佛像 这么庄严的佛事 就靠我们大家啊 把它供养起来 你要知道啊 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个国王叫贫婆沙罗国王 有没有听过 没反应 好了 在佛经里面 第一个金色叫竹林金色 有没有听过 竹林金色就是这个国王所盖的 献给佛陀的 这个平伯沙罗王 他学佛以后 他们整个国家一起学佛的有多少人啊 九万三千人 正果 至少正得出国乃至阿罗汉国 为什么 因为这个平伯沙罗王啊 过去是曾经做一个地方的长者 然后 有一个佛 过去佛 涅槃啊 那个时候大家呢 发愿要盖一个大佛塔 来供养这个佛陀的舍利子 那个时候这个老人家 他想说 这个是好事耶 但是我们没有钱 没关系 他就号召村民啊 总共有九万三千个村民被他号召啊 大家来抬木头啊 来抬砖头啊 一起来供养这个佛陀的舍利 出利 他们没有钱 光出利 佛陀讲到这个地方 当时候带头的长者 就是现在竹林金色的创建人 并驳沙罗国王啊 佛陀的大护法 那九万三千人啊 就是摩托结果里面的出家众 跟在家真的出国的那些人啊 所以各位 今天大家都有缘啊 哎呀 我们宏如法师发大心啊 从普陀山啊 向观世音菩萨来到这边啊 带着各位啊 把金台式越弄越庄严啊 哎呀 将来他做大菩萨 各位呢 做小菩萨 他成佛啦 各位成为他的护法 就像啊 要师佛一成佛啊 旁边啊 这么多护法 所以 第一节课啊 哎呀 时间到了 各位要不要休息一下啊 我怕各位坐太久了 我们等一下还有一节课 然后讲完课以后啊 各位 我们来交流交流 问问题好不好啊 然后第二节课啊 不但我讲 不但我讲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善知识啊 传喜道法师啊 也是我非常敬佩的 像我的师父一样啊 所以这一次特别来啊 我们宏如法师慈悲啊 他也要跟各位讲两句话 节节语言好不好啊 所以各位以后培养个习惯啊 我在台湾都告诉信徒培养 身上啊 红包啊 带多一点 放一块钱都没关系 一块钱都没关系 看到法师第一次见面 就拿出来 供养法师 供养法师 你知道吗 你只要发愿哦 你供养法师一定要发愿 愿我女儿啊 赶快考上大学 那佛经说 身决定报 你只要是供养法师的 你发什么愿 必定如愿 重不重要啊 重要啊 所以 爸爸妈妈生病啊 我们就供养法师啊 哦 这么多法师啊 然后供养以后 愿我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所以 我天天替我 我的爸爸妈妈还活着 我的师父都还活着 我也都是替他们供养 愿我的爸爸妈妈健康 哎呀我就不用烦恼 愿我的师父啊快乐健康 哎呀那我这样在外面跑来跑去 就安心了 好 所以我们休息15分钟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上课 好不好 阿弥陀佛 好